常要问问你 人生可如意 似其往复去 那是一年里 刘烨说 她是我们班公认条件最好的美女 她咽压张子怡 宝建峰评价她 中喜二百年没出过像她这么好看的 今后也不会有 她就是曾礼 曾礼有着中喜笑花之称 这些年曾礼鲜少有绯闻传出 也至今没有结婚生育子女 她刚刚迎来了四十五岁的生日 身材颜值都十分在线 有一种淡然自若的美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 让动灵大美人张伯芝都忍不住 静静看了又看的美女 竟然是曾礼 误得不感叹这个世界上 还是美女跟美女心心相惜 张子怡在微博上爆出 中系九六级同学聚会的照片 其中坐在C位的曾礼最为耀眼 又引发了一轮 好美 她为什么不红啊的感叹 情愿世界有你有我 这里是螃蟹娱乐 西西回往事 慢慢路重置 多每年少时 又迟一些事 每当情生过 每当歌神奇 曾礼出生在湖北省荆州市 沙市区 一个普通的满足家庭 父母都是普通的职工 曾礼从小就被母亲送到家乡的少年宫 学习行体 声乐 舞蹈等 之后又加入了红领青歌舞团 并学习艺术体操 小学时期 湖北省青剧团到省内的各个地区 找青剧苗子 而那时候 曾礼就被中国戏剧学院 附属中等戏剧学校选择 小学毕业后 她考入了中国戏剧学院 主秀青衣 1985年 曾礼被分到湖北省青剧团工作 由于演出机会少 她决定继续求学 次年曾礼专业课第三名的成绩 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 并与张子怡 刘业 袁全 成为大学同学 2000年 毕业后的她 成为了全国总工会 文工团的演员 给了谁 为何眼睛总是蒙了回 多少次小心翼翼 告诉自己 不要坠入痴情的轮回 2002年 曾礼凭借都市情感剧 男才女貌 获得关注 2004年 在古装奇幻单元剧 新闻聊斋之意 只画皮中 饰演梅三娘 2006年 她凭借爱情片《理发师》 入围了上海国际电影节 最佳女演演讲 2007年 出演悬疑情感剧 蓝色档案 2008年 出演缉毒剧 军人荣誉 2010年 出演民国侦探剧 《螳螂探案》播出 2012年 参演家庭情感剧 《着力的三国时代》 2014年 出演都市情感剧 《为爱坚守》 2006年 主演的都市情感剧 《姐妹兄弟》播出 2007年 参演古装剧 《最玲珑》播出 2008年 7月1日 其主演的都市家庭情感剧 《陪独妈妈》 在《浙尊卫视》播出 福大龙自己曾经说过 有时候大半年 都接不到一部戏 最困难的时候 我去送过外卖 一个小时三块钱 还当过老师 做过很多别的事情 最艰难的时候 甚至需要家里人接济 所以很难想象 这么一个穷小伙 能追到中系 200年才出一次的美女 不过福大龙虽然穷 但她很有才华 她不仅会琴棋书画 还精通小号 长笛 萨克斯等乐器 在拍摄电视剧 《归途如虹》时 她压根没和曾礼 有过对手戏 也并未和曾礼 一见钟情 但就是 她凭借自己的幽默风趣 和难死去看 成功地吸引了曾礼 抱得美人归 但两人的恋情 仅仅仅持续了一年 就因为长期拍戏 聚少离多的原因 感情变淡 最终两个人决定 和平分手 走向各自的征途 为何眼睛总是梦轮回 多少次小心翼翼告诉自己 不要坠入痴情的轮回 为何这样一个 要整体实力 有整体实力 要长相有长相的 致命演员 一直也不红呢 演员刘烨 以前在一次访谈中 提及曾礼 曾礼这个人 是我们般认可最好的 可是 他没什么很大的冲动 作为知名演员 曾礼 一直因不争不强 在圈里致命 连他自身都说 已是佛性致命演员 一炮而红 几乎并不是他的追求完美 别人去演戏时 他却仍在教室 寝室 还念场间传行 还记得教导主任曾说 之前大家拍电视剧的机遇 无奇不有 可是 校园内 这四年仅有一次 一定要好好地珍惜 曾礼 自我侨侃 此生 总比别人慢一点 别人用两年 消化吸收 完的感情 他必须用四年 去感悟 七夕回往事 慢慢路重置 多美年少时 又痴于些许 每当情声过 每当歌声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